公司里的霸道总裁以及帅气小奶狗同时表白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女人名叫智秀,是个很坏很坏的女海王 只要是她看上的男人,都会轻松将其拿下 为了寻求自己给男人一个家,她将男人升级为EVR 同时接近两个极品,如今两个男人都向她告白,她该如何选择呢 然而智秀已经不是第一次做选择题了 贴身立志的秀智,从小就是外人追求的恋人 小弟一句话给大哥听笑了 智秀让他们别吵了,真幼稚,大哥灵光一闪 决定让智秀从他们二人之间做选择 选我还是选她,我们都听你的 然而智秀起身看向两人,随即把手指指向了一旁的帅哥 随后用真挚的眼神望向帅哥 当着众人突然被笑话表白,这谁受得了 就这样一道单选题,又是被智秀开了挂 搞出了第三个答案,然而外人民智秀也有吃别的时候 那就是坐在班级最后一排的笑爸 面对笑爸智秀再次发动恋爱技能 投其所好,看笑爸喜欢看的漫画书 然而尽管如此,笑爸对智秀依然不感冒 也许是他真的喜欢男生吧 所以自此以后,一向雨露均沾的智秀 终究是把笑爸发展为了自己的男闺蜜 然而面对这次的两个极品 连海王智秀也犯难了 一个是挑剔的冷面上司泰武 另一个是帅气的小奶狗之号 选谁呢,两个都很不错啊,几乎是梅西和C罗之争 智秀让男闺蜜帮他看看 毕竟男人看男人最准 首先是一号爸总 男闺蜜说他不是很挑剔而且很没礼貌嘛 但智秀却说他对我很温柔 重点是他的身材超级棒 男闺蜜一听呆住了 你怎么知道他身材好 这突然该死的胜负欲 男闺蜜直接将爸总淘汰了 其次是二号小奶狗 智秀说他是脸蛋天才长得很帅 男闺蜜看后却说他是小白脸 智秀听后想翻白眼 说算了反正我已经有答案了 男闺蜜十分的不解 不知道这些男人为何一个个都喜欢智秀 智秀听后撩起了秀发 然而直男闺蜜根本看不进去 一个扣纱 甚至还嫌弃智秀头发有味 所以智秀最后到底选了谁 其实他内心早已有了答案 挑剔的上司 帅气的奶狗 智秀的回答是这样的 成年人不做选择题 成年人全都要 这样的画面是我该梦见的吗 警察的 文字将他也在 文字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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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